家中可有族人在朝为官 叔父明冲自锦茹 应扶秦辞学科世种地 自天圣二年受著作侍郎 知霍丘县至今 那是因为 若说欺负人的源头 不是那几个猪头 是天下所有官的上司 是大宋的官家 我说的话自当作数 可是你如此鄙视朝廷 鄙视 官家 又考什么科举 坐我什么管 甚好 王爷 原来如此年轻啊 却是写的文章 点重不乏犀利 讨论颇重要害 很好 学生议论狂妄 人事并无阅历 见识浅薄之故 年轻未必失浅 朕看来 那些已不合时宜 更无异于民生的 沉冗旧志 沉浮习气 正需要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锐气 才能刺传打破 比如 沿袭自前朝的方氏之旨 你不是 你不是 并有许多意见要发吗 臣其实并未详做调查 只是因见一家一户的境遇 妄下断语 妄下断语 所以如今你觉得这方氏之质很合时宜 不需要干 臣并未做俗功课 金殿之上 不敢胡说 好 你没做功课 朕替你说